为习近平二十大造势 中宣部下令宣传美好生活 超文革 1月20日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共中央宣传部本周向中国官媒发出通知 要求编辑记者深入基层一线 充分报道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民众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 为中共二十大营造良好氛围 舆论认为 官方此举是想让媒体走回头路 并且有可能越超文革 中国农历新年前夕 主管一时形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通知 要求各新闻单位认真组织开展2022年新春走基层活动 报道中国社会的美好景象 为下半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造势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 中宣部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各新闻单位要把新春走基层活动作为迎接二十大主题宣传的重要开篇 通知要求编辑 记者增强角力 眼力 脑力 比例 深入基层一线 深入群众生产生活 充分报道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报道各地欣欣向荣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为二十大召开营造舆论氛围 日本晋纲大学教授杨海英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大量人口失业 人口出生率快速下跌 以及经济下行等诸多不利因素 当局希望通过媒体宣传 营造有利于官方的气氛 他说 说明现在他们没有自信 中国社会也充满了矛盾 这些矛盾也不仅仅体现在对阿里巴巴 腾讯集团所面临的影响其统治的问题 还包括恒大集团财务危机等问题 现在农村也有问题 通知强调 要认真组织专题专栏报道 中央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在重要版面 重要时段 网站首页 客户端首页等 统一开设新春走基层专栏 每天要保证一定的刊播总量 即使反映活动进展情况 活动结束后 回顾总结活动进展成效 反映新闻记者参与活动的心得体会 意识形态全盘回归毛时代 杨海英认为 中宣部提出的要求非常具体 让许多人联想到中国的宣传模式正逐渐倒退回文革方向 对整个社会要用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做它最基本的 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套 这是中共意识形态要全盘回归毛时代 这是和西方民主国家不同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行为 四川媒体人马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在中共发展进程中 每当遇到大事 中宣部都会下文为新闻机构指明报道方向 着重报道国家如何兴旺发达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如何提高 摆功绩来提高民众幸福感 让人关注其存在价值 预期数年后宣传颂歌现象超越文革 马先生说 从目前的形势看 有关当局对言论的管控 今后可能更严厉 在言论上 可能管控还会更严格 未来两三年内 可能中国的整个社会倒退到一个高唱颂歌的环境 这种局面可能比文革还要严重 新冠疫情当前 当局要求各新闻单位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统筹开展工作 确保采访报道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还提出要坚持融合创新 突出移动优先 多策划推出直播报道 短视频等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融媒体产品 另一方面 中宣部 广电总局农业农村部及共青团中央等十多个部门 近期发文 要求围绕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普及科学理论 宣讲形式政策等 激发农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开展迎接二十大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用活各种方式 激发群众劳动创造幸福 奋斗成就梦想的动力和热情 时刻新闻播报